不是说在桥头等我吗 这都几点了 不是在马等你对不对 昨天晚上跟高老师俩不是 弄我的项目吧 项目完了以后累吗 完了以后 谁行事到你能直接打过来 这借谁的车 这破车不咋低 你看这挡霸都掉平了 我们借着这样的车就不错了 还在那我跟你说一开始 开着那下令还是奥特 能借着这样就不错了 我跟你说车子就跟老婆一样 哪有往外借的 真的实在兄弟 才借给我车 这是谁的眼睛盒 这不是个女孩的吗 是小慧 小慧谁啊 你怎么又扯到小慧去了 跟小慧关系 小慧啥关系 哪有小慧啊 这谁的梳子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你有病吧你 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我太难了 我解释啥呀 来 昨天我一天都比你联系上你是吧 来吧 你说我干啥昨天晚上不是 说好更新 说好一天两更 结果你联系不上了 来吧 粉丝说你带着小妹出去玩了 说你去找小慧了 小慧到底是谁呀 来吧 哪有小慧啊 对不对 那都去郊州了 还有小慧呢 哎呦 这个东西 带着小慧了 你可行了吧 你别影响我开车行不行 你已经就不 你分散我注意力 你超车啊 你在干什么呀你啊 你道路安全行不行 你别跟这扯了 你会不可以开车你啊 你告诉我 有哪条法律规定人不能够摔着 你开不来 你先去不来我开 你嘴啊 我我跳车啊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什么小慧 今天你就见他了 我发现你大川 你最近脾气奸长了啊 你信不信我回去了 跟你朋友说你做大宝剑去了 不是你 我做啥大宝剑了 我什么就大宝剑 我就去拔了个罐啊 我跟你说小慧 手回手 你这么说 我也会告你非方 你真知道 哎呦 我看你是拔罐啊 足联按摩 在我这儿统统就称为大宝剑啊 不好意思 这就是女人的惯用套路是吧 行姑奶奶我服了 这样啊 以后我尽量收敛一下我的脾气好吧 来说吧 你家在哪里 我给你送回家 你为什么特别想知道我家在哪呢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当然想知道了 要不我过年去哪看丈母娘啊 哎 这个大川啊 你是拐弯抹角的那家 我便宜你啊 我怎么就 就就就占你便宜了 对不对 你说我这 你要是你不回家 那你去哪啊 我还能回车呢 你压的 不回去了 你不回去你跟我走啊 就是跟我一起住啊 那什么呢 我跟你说还跟你一起住 解释你永远都得不到的女人 你知道不知道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这个人吧 得不到我就毁掉 我也不让别人得到 想到别人得到了 我还生气上火呢 太帅了 我不跟你巴巴了 太帅了 我不跟你巴巴了 你把我送到那个上海路 张真记好吗 谁要跟我 傻儿张真记啊 饭店啊 不该打听的别打听啊 怎么这么好奇啊 哎呦 这什么你看 咱也不说送到这送到那的 你看我这一百多公里 把你从娇州给拉回来了 是吧 虽然说咱俩关系不错 但是你也知道 这车它不是我的 这个车吧 这个车在咋了 这个车啊 来吧 这车那么人得吃饭 对吧 车得喝油 跟你说这么老远给你拉回来 你是不是得跟这个车 表示一下搭上哪 搭上这儿油喝呀 哎呀大超 你现在真是抠出境界来了啊 让我给你加个油 我都说得这么高大声啊 不是小默你看 你误会我了 你完全想过了 对不对 这关键是 你不是给我油对吧 这是给车油 我又不喝油 你看 这是方便面的 你 来 够不够 够 真心 不是你啥意思啊 你把手机吃饭 这么辛苦这么热 不是我就纳闷了 现在有钱人都这么抠了吗 我终于知道 你家为啥有钱了 你家就这么抠出来的 是不是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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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 千万个超市 我在你超市 置办点东西吧